这绝对是神返卡发动格调最高 且取得战果最成功的一次 也是左领导成就打牌武王的纠集名场面 用链接4的拓扑罗技轰炸龙作为诱儿 诱导战斗了这么长时间 却还能保持6张满手牌的豪哥 玛丽全开得在自己的场上 一口气召唤出4只链接怪兽 结果却被诱敌深入的左领导 跳了一段汉诺的崇高之舞 面对拓扑罗技轰炸龙轰炸双方主怪兽区的怪兽效果 豪哥直接牺牲掉闪光斧梯鞋 发动狡击眼镜蛇将祭品的怪兽攻击力 加给雷霆石人魔的怪兽效果 虽然除了额外区域的怪兽全被破坏 但豪哥却可以发动雷霆石人魔的怪兽效果 当链接端上的怪兽被破坏时上升400攻击力 同时发动钢鬼怪兽独有的镜幕检索效果 让玩家从卡组将除自身以外的卡架入手牌 不得不说豪哥的续航能力 绝对是纵观七部游戏王的独一份 对此面目不知为何如此猙獰的左领导 打出永续重坑魔法链接保护 效果在一回合内保护托扑罗吉不被战斗破坏 并让对双方的战斗伤害变为零 此刻左领导大手一挥 表示在战斗结束后会破坏对方的怪兽 并且托扑罗吉轰炸龙的火翼效果也会启动 给予对方同破坏怪兽攻击力的伤害 眼看顺杀的伤害要就此袭来 豪哥当即发动主角才有的手牌效果 通过舍弃掉手牌中的张女 让玩家要受到的伤害减半 游坐面露不悦 虽然早在预料之中 没人能在左领导的初始回合占据优势 但看着陷入烈势的豪哥 终归有种可惜的感觉 豪哥使用回忆一抽 发动第二张魔法卡钢鬼在战 复活目的中的两只牢魔钢鬼 好家伙 这就是纯种的禁忌卡组 一张卡最少塞进去三张 豪哥将把亡龙和眼镜蛇作为素材 链接召唤钢鬼邪到识人魔 左领导见状感觉不对 在拓扑逻辑的连接端召唤怪兽 可是会触发轰炸主怪兽区的效果 豪哥表示没错 而且还是必须要启动的怪兽效果 豪哥也就是利用这一点 发动邪到识人魔的怪兽效果 当自己链接端的怪兽发动效果时 也就是说区区链接二的怪兽 要战败链接四的托扑罗角 有做见状不厚道的效果 毕竟没有排影的 他也不想和几手的左轮交手 豪哥表示礼尚往来 之前左轮用他的雷霆识人魔的怪兽效果 召唤出了班基亚龙 现在轮到他利用左轮的怪兽效果 补充邪道识人魔的主动怪兽效果 复活目的中的雷霆钢鬼识人魔 并且根据钢鬼怪兽独有的检索效果 将除霸王龙和眼镜蛇的钢鬼卡加入手牌 目前豪哥的场上有两只链接怪兽 而且他还没有进行通常召唤 此时的左灵岛面淡如水 编辑链接保护的二重效果 通过将他和拓扑罗技轰炸龙从墓地里除外 让低于拓扑罗技标记数量的怪兽无法攻击 简单来说就是拓扑罗技轰炸龙的箭头有四个 所以除非豪哥有四只链接怪兽 否则就无法攻击 豪哥表示小意思 对于他来说铺满全场都更万一样 用召唤霸王龙的怪兽效果 特殊召唤出闪光斧梯系 发动手牌中钢鬼头锤蝙蝠的怪兽效果 通过将一只钢鬼送进墓地 以守备表示特殊召唤上场 并且用蝙蝠的上场效果 提升雷霆石人魔800攻击力 豪哥用霸王龙和闪光斧梯以及头锤蝙蝠作为链接标记 链接召唤钢鬼巨大石人魔 由于斧梯蝎和头锤蝙蝠进入墓地 豪哥还要再将两张钢鬼加入手卡 接着发动永续魔法钢鬼咆哮 效果在钢鬼怪兽进行攻击时 根据几方钢鬼数值没有一只就上升300攻 游坐听后眉头微皱 显然正在说书的豪哥忘记了 游坐曾提醒过左轮有张元古之卡的事情 发动魔法卡钢鬼改邪归正 效果复活目的中的一只钢鬼怪兽 随着喷射石人魔的到场 小黑开始为豪哥的胜利而庆祝 游坐感觉小黑真彩 当左领导的盖牌是摆什么 此刻认为自己已经拯救了世界的豪哥 发出豪言壮语 而左领导也是真会演戏 成功将豪哥忽悠上套 我想你们肯定没有看过左领导的汉诺之物 既然如此那就再来几遍 好家伙果然是你 神圣彗星反射力量 不对 他现在的卡名是汉诺的崇高之力 只见神反卡用自己最高格调的一次发动 瞬间全灭了钢鬼的四肢链接怪兽 Pray Makerが言っていた リボルバの恐ろしいガードとは ミラーフォースのことだったのか